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想报名来说要提早些 后市变化怎样呢?我们先看图表 今天的股市方面就不错了 升回383点 后市怎样看呢? 现在来说我们看看加拳平均线这部份效果不太好 因为大市方面缺乏方向 现在来说画线很少 这个是日线图 我们先画一些阻力线 我们将最高两点连入阻力线 最低的部分我们将这两点连入阻力线 现在来说以日线图去看 阻力位方面是23,157.23157 支持位方面是22,413.22413 所以现在来说暂时来说未有方向 都是说一个观望的状况 要破位才可以做一个买卖 那我们先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的表现是怎样呢? 周线图现在的表现 大家留意一下 周线图之前提及到一个叫做 新淮六甲或叫做内如日 现在也是 因为走势方面来说没错 试过跌破了 不过后来到今天又上回来 你看到现在的实心体来说 都是在之前这个范围 所以现在来说 还是一个观望状况 要突破了上面 这个实心体的顶端或下面 才可以做一个买卖 这个阴竹的顶端是多少呢? 23,494.23494 下面的支持位方面 是22,698.226 所以现在要破位才可以做买卖 那你说个别股票有没有留意一下 也有的 个别股票留意一下这一只 823 823方面来说 我们叫做领回房散基金 这个股票来说的走势图都特别一点 其中一样东西 它现在的交权平均性都升破了 但最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看形态走势 这里来说你画一条线 大家看看 我们将这个最高点 连这个最高点 好 看看 这个走势里面有人画一个头肩底 这个是不是头肩底呢?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一个这么严格的说头肩底 因为这个形成的状况已经太久了 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到V走势 这里来说也有人说到V 不过也不是这么严格的说到V 因为跌了太久了 有人说谷底 其实不需要你会怎么说 只要不知就是我们现在走势 升破了这个阻力线 预期它就会向上 这个图来说是特别一点 另外大家看到这里 看不见这里 有一个淡底线 通常这些是代表一个转向信号 有时看走势来说 也看整体上 有时用下一个形态 一些支持阻力线 也有时用一些平均线 加加密麻来说 才可以帮助我们做分析 这些股票是823领会房产基金 今天收市来说39.5毫半 升了0.353毫半 升幅有0.9% 成家方面2.2200万 这个股票留意下 本来我自己来说 将来11月24日 会帮一个机构做投资广座 这个机构是一个国际展览机构 将来11月22、23日有个展览 在这个会展方面的大赢展览会 我会帮他在24日做一个讲座 讲题属于什么呢? 讲题是这个 让大家看看 讲题方面来说 就是说这个期货指数 留意在这里 恒星指数、期货的短炒和过夜 如果大家来说 想来捧场看投资的展览 到时留意一下这个讲座 讲座时间是11月24日 下午2点15分到3点 2点15分到3点 大家留意一下 好快一个星期 跟大家回顾一下一个星期内 环球股市表现 星期五行指方面收市 23,032点 一个星期内升了288点 升幅1.3% 美股导致方面 星期四收市15,876点 头四天升了114点 升幅0.7% 上证方面 星期五收市 二升136点 一个星期内升了30点 升幅1.4% 日本方面 今个星期就厉害了 日经指数 星期五收市 15,166点 一个星期内升了1,079点 升幅7.7% 所以今个星期来说 日本就厉害了 升了很多 你说港股方面 后市会否进一步攀升 其实大家来说 适而观望多一点 暂时来说 未有一个结论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